继续回来 这个《雅撒尔书》为什么未列为圣经的证典呢? 我们一起看 因为《雅撒尔书》里面的内容 针对的不是神的物事 所以它里面有 但这本书反而是说 希伯来人的历史多于一切 虽然圣经里面明文可以推荐阅读的书籍 但它不等同圣经那样是宗教的书籍 所以并未列为圣经的证典 如何理解呢? 正如中国的话 如果讲道德、伦理那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乌子》、《孟子》、《孟子》、《老子》 那些书就是《道德》那边 《战争》那些不是《子》那边 是属于中国历史的部分 或者是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那些 就是属于战记或者记录或者历史 所以这两边是有分别的 所以《圣经》就是《圣经》 《约撒尔书》就是历史书 基本上是讲历史的 是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历史 好了 《雅撒尔书》究竟是谁呢? 《雅撒尔》并不是人名 其实很多《圣经》的经卷 名字都未必是那个人 但希伯来文里面 解这个名字 意思就是 upright 就是诚实、正直、规矩 而很多世纪以来 这本书都被称之为正直之书 好了 背后隐藏的历史又是为什么呢? 好了 主后七十年 当时耶路撒冷城被攻陷 雅撒尔书和其他几种希伯来文献 就从耶路撒冷被带到西班牙 那罗马太子提多是一个官员 因为太子不是圣经的提多 这个提多的官员里面 有一个叫这个名字 就是希伯来神的信徒 他令到一些珍贵稀有的神圣经卷 安全抵达到西班牙的一藏 名为这个地方的城市 并且交由西班牙系的犹太经学家 审慎保管 主后1613年 第一卷由官方赴印的《雅撒尔书》 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出版 而希伯来文 译为英文版的《雅撒尔书》 就在主后1840年 就全部完成了翻译并且赴印了 那是不是因为年代九院而受损呢? 这本书就是希伯来文版 就在公元后1613年 赴印的时候 古卷原本的状况也不算太好 书里面的确是有一点点 就显示有受损的迹象 而里面也有说明的 有些地方明显是文士抄写的时候 不慎所产生的错误 此外也有几处 也有可能在原书里面之外 另行添加和修飾或美化 但里面也有说明的 但我们必须记得 因为这卷书 成书的时候 大概是3500年前的 所以年代相当久远 所以要确保它完整的话 相当困难 但其实 圣经里面 无论是旧约 新约 其实都有这个抄写过程的错误 所以就不可以 把它当成是一本 偽作的书 又不可以这么理解 好了 我读写 对于这本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行去 美国亚马逊买 这本书 又或者你上网 都看到这本书的名字 搜索Google都有 好了 简介到这里 我们之后再继续介绍这本书